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杰,今天我给大家讲的电影叫做《忙流感》,在繁忙拥堵的市中心,一辆白色轿车突然停了下来,周围的车主不耐烦的鸣笛,很久以后才有人注意到白车车主长发哥的异样,事实上就在刚才长发哥失明了,他的世界变成了一片白色。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,有人把长发哥送回家里,看到死刑死刑,长发哥的妻子慌乱地把他送到了医院,结果医生也没查出个所以然。 更加诡异的是,长发哥竟然把失明传染给了医生,似乎这种失明来自于一种恐怖的病毒。 他具有极强的传染性,能轻松改变人类的视觉系统,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感染成了盲人,他们的症状和长发哥一样,眼间只有一片白色。 一段时间后,这些失明者都被政府关到了一个集中营,接受隔离。 为了更好地照顾医生,他的妻子也假装眼毛混入集中。 在集中营里,医生遇到了长发哥和把他送回家的男人,为了努力活下去,众人组成了一个盲人互助小队,而医生妻子成为了这里唯一没患病的人。 在重压之下,这个女人变得焦虑多疑,她不敢睡觉,因为她惧怕自己一觉醒来就会被童话,成失明患者。 到了第二天,事情变得越来越严重,长发哥一家都住进了集中营。 这支失明小队也越来越壮大,为了弄到一些救急的医疗器械。 医生试图与集中营外的士兵联系,只不过士兵们的态度非常恶劣,患者们的任何要求都不会得到满足。 事实上,政府本想用隔离患者的方式阻断失明疾病的传播,只可惜事情并没有和他们想的那样简单。 短短几个月内,世界就被白色彻底攻占。 政府部门的人也失去了势力,一个盲人国度,隐喻而生。 在这种大环境下,所有毛人都开始听广播,在平缓的音乐中,这些焦躁的灵魂重新收获了宁静。 一段时间后,集中营里的情况彻底洗牌,一个非常危险的邪恶男来到了医生身边。 失明带来的痛苦和对权力的渴望,让邪恶男变得极度扭曲。 他决心带着手下大胡子,掌控集中营,成为新的统治者。 在这里,法律不复存在,大胡子不知道从何处搞到的一把手枪。 他成了任何人都不得不信服的法律。 为了换取食物,医生阵营的患者只能把财物都交给邪恶男和大胡子。 到了这种局面,患者心中的尊严和廉指都变得荡然无存。 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交换,直到自己毫无利用价值。 意识到这种情况后,医生非常绝望,他拒绝吃任何食物,只是躲在角落里按人神伤。 一段时间后,一位女患者来到了医生身边,两个本就寂寞的灵魂就此彻底燃烧。 医生的妻子看到了这一幕,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,毕竟在这种高压环境下,每个人都失去了理智。 几天后,邪恶男想出了一个更加令人作呕的交易方法。 他准备让医生阵营的女人一个个走进他的房间陪他的人狂欢。 这场令人作呕的交易持续了很久,很长一段时间后,宝金折磨的女人们回到了医生阵营。 他们还抬进来了一个女人的尸体,邪恶男的暴行让医生妻子非常气愤。 他直接拿起剪刀跑到了正在寻欢作乐的大胡子和邪恶男旁边,两人根本躲不过拥有正常视力的医生妻子。 他直接把大胡子捅死了,眼盲的邪恶男立马掏出了手枪,只可惜他并不能顺利瞄准。 从现在起,集中营再次迎来了洗牌,为了报复医生妻子,邪恶男等人彻底断了他们的粮草。 在这个紧要关头,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决定交出医生妻子来换取食物。 唉,无论到了什么时候,都不要考验人性,人性的恶是你永远都想象不到的。 就在此时,一个男人站了出来,带领医生等人开始了反抗。 经历了这个晚上,医生阵营的患者离开集中营,来到了大街上。 接下来一些本该属于丧尸片的桥段不断上演。 为了争夺食物,盲人们经常大胆出手,医生妻子则冷冷地望着眼前的一切。 一番思考后,他离开了丈夫,来到了超市的地下仓库。 这里的食物填饱了医生妻子的肚子,但却没有填饱人性的贪念。 在离开超市的时候,蜂蜂而上的盲人立马围住了持有食物的医生妻子。 好一番挣扎后,他才逃出身天。 此后,医生妻子看到附近的流浪狗正在啃食死者尸体,原始而又血型的画面不断出现。 与此同时,一场大雨倾盆而下,滴落的雨滴让盲人们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还活着。 他们决定微笑着面对失明的日子。 在医生妻子的努力下,失明者们来到了他家。 众人在这里重振旗鼓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群居生活。 他们组成了一个和睦的大家庭,人性中的恶被隐藏了起来。 时光匆匆逝去,失明者们终于迎来了曙光。 长发哥恢复了视力,他是第一个失明的人。 众人知道在不久的将来,他们就会和长发哥一样恢复视力。 在这个值得庆祝的日子,医生妻子抬头望向了天空。 什么?竟然是一片白色? 幸亏他及时低下了头,原来白色才是天空的本色。 他依然能用眼睛来感知这个美丽的世界。 这部电影里医生妻子健康的双眼,象征着人类文明中不甘堕落的力量。 通过他的双眼,我们见证了人类令人齿寒的弱点。 电影结尾,上帝豁免了一个善良的女人, 也为故事留了一条光明的尾巴。 这很可能出于创作者怜悯, 我们最好不要对这种不彻底的假设心存侥幸, 只能反思我们自己的欲望,去控制他,驾驭他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, 喜欢听我讲故事的小伙伴们, 记得帮我点个赞, 过着留言,给我个回复你们的机会。 那么我们下次见吧,拜拜。